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充满信心 因为他手中有三张王牌 能够确保他逢雄化起 欲赖成像 但普里格金上周五的反叛 让普京的强能形象瞬间坍塌 有谁能够想到呢 这么一个强者 居然出现了内部的叛乱 如果不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 这普里格金这一根金的二杆子劲上来了 说不定他就会直倒黄龙 叫秦贼先秦王 那时普京大帝可就惨了 大家确实没有想到 这个一会儿赤裸子上升骑马 一会儿弹钢琴 一会儿东勇 一会儿楼道 让五分之一啊 俄罗斯女性疯狂的魅力男 或者说万人迷居然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说这是很惨啊 拜登28号就说 普京正在输掉乌克兰战争 他已经被世人所抛弃 成了世界的妻儿 1991年末 苏联解体 俄罗斯开始走向宪政民主 但天有不测之风云 俄罗斯走着啊 走着就走偏了 30年过去了 俄罗斯并没有完成 从集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跨越 相反啊 他好像是掉进了这个峡谷的中间 并且最终呢 干脆就在峡谷中啊 安营杂战 一副我就在这里待下去 哪都不去的价值 普京在2000年上台 神奇地成为了俄罗斯政团的不倒翁 民主转型竟然转换了轨道 走向了独裁专制 这的确令人啊 瞠目结识 中国民主学者刘裕 在为什么俄罗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讲座中啊 他这样说到 可能会有人问 为什么俄罗斯民众听论政府 打压政治自由 总统骑骑马 谈谈情就能赢得这么多选票吗 当然不是 俄罗斯人并不幼稚 普京的号召力啊 绝不是他仅仅赛于表演 而是他打出了三张王牌 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系列价值的代言人 第一张王牌就是经济救星 有人说啊 你看俄罗斯现在 GDP是相当于中国的广东省 他还谈什么经济呢 哎 俄罗斯啊 能并不这么看 俄罗斯在九十年代转型之初啊 由于转型的正统 经济一度啊 严重的下滑 而普京上台之初呢 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复苏 2000年到2007年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7% 尽管啊 这很大的程度上 是国际油价飙升的结果 但在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看来 这是普京政府的英明决策 不过呢 过去十年左右啊 普京作为经济救星的形象 就滑落了 为什么呢 成也消狠 败也消狠 国际油价瞬间的下跌 过去十年俄罗斯的经济 可以说越来越缓慢 甚至2013年以来 六年里 俄罗斯有五年 真实收入下跌 2019年真实收入 比2013年下跌了10% 因此很多人 分析家就说 俄罗斯的经济遭遇了 失去的十年 尤其尴尬的是呢 这种下跌啊 与前苏联阵营的一些邻国发展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90年代初的时候呢 俄罗斯人均GDP 与波罗的三国 像波兰啊 匈牙利啊 等中欧国家不相上下 但到了2019年 曾经是老大哥的苏联 就已经明显落后于这些邻国 经济牌打不下去了 没关系 普京呢 还有第二张牌 那就是打击豪强 从2000年上台一时 普京就开始打击俄罗斯的经济挂头 在叶利钦时代 资产 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中 由于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 俄罗斯的崛起啊 崛起来一批经济挂头 其实类似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一批这种富人阶层迅速的崛起 普京上台后呢 就开始对他们进行调查 拘捕 以示范大量的经济挂头 要么破产 要么被抓 普京因此树立了 不为豪强 为民做主的政治形象 其实这个形象啊 是虚假的 有学者分析指出了 普京并不是打击所有的挂头 而是选择性的打击那些不听话的挂头而已 或者某种程度说 就是选择性的清除自己的政治 政敌 在国际透明度的腐败排名中 2019年 俄罗斯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37位 所以他的反腐实际上是算不上一个丰功伟绩的 也就是这种反腐是要打上引号的 不过呢 即使经济救星和打击豪强 这两张牌啊都站不住脚 也没关系啊 普京真正的王牌来自于第三张牌 也就是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 不是民族主义啊 民族 俄罗斯民族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呢 转型最大的创伤 不是经济的困难 也不是腐败 而是民族自豪感的沦落 前苏联是主导世界命运的超级大国 而在更早的历史上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东西的帝国 它的国土面积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战斗力 然而转型之后啊 俄罗斯突然坍塌成一个地区性的国家 经济萎缩 文化凋敝 连周边的小国啊 也都纷纷跳到欧盟这条船上 俄罗斯人的心情 您可以想象 可以叫一落千丈 在这个背景下 普京出现了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有一个口号 叫让美国再次伟大 其实普京呢 使命感比老川普啊 或者特朗普啊 还要强 他就是让俄罗斯也再次伟大 所以他上台以后呢 他走了另一条路 就是发动啊 特别的军事行动 2000年 他镇压了车臣的叛乱 2008年 入侵格鲁吉亚 2014年 吞并克里米亚 频繁的介入中东战军 这一系列的动作 让俄罗斯人 重新看到了 民族复兴的希望 反复那个 慢慢走远的帝国 突然转身 又重新回到了 历史的舞台 中央 我们看普京的 民意支持率啊 有三次高峰 恰恰都与 这三次军事行动相关 第一次出现在 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后 第二次高峰 发生在2008年左右 就是 入侵格鲁吉亚 第三次高峰 就是侵吞 乌克兰的 克里米亚 说起来 您都不相信 这个 克里米亚被入侵 占据了以后 普京的民意支持率 有多高 您可以想象啊 90% 以至于这些 有很多学者啊 给这种民族主义 情绪的高涨 而支持政府啊 这种高支持率 起来一个名字 叫克里米亚 效应 以上我们说了 普京啊 三张牌 让民族转型 脱轨 使下了威权统治 和个人独裁 我们谈 普京 谈前苏联 我们还要回到中国 那么我们发现 习近平执政 这十年 他走的路 跟普京呢 应该说 有相似之处 第一呢 他通过选择性的反腐败 集中权力 收获民心 同时呢 也清除政治政敌 我们看 习近平 可以说治国无方 但弄权有数 当然不仅是反腐败 他还通过军改 控制了军权 通过成立 若干个政府领导小组 控收回了政府的权力 以至于让自己 所有的权力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二呢 他也是宣扬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 调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他特别强调 百年耻辱 所以说宣扬 共产党 从站起来 让人民站起来 到富起来 到今天进入他的时代 将强起来 应该说 对拉动中国的民族情绪 还是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叫嚣 或者企图 是不是正在模仿普京的 克里米亚效应呢 因为他知道 一场战争固然显心 但是如果能够取得成功 就会带来整个国家 民族情绪的高涨 同时可以稳固 他自己的统治 但是我们看到了 比较普京和习近平 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 也就是说习近平去学普京 有点不对劲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 普京所处的情况 跟习近平所处的情况 截然相反 因为普京那个时候 接手了正式全苏联崩溃的时候 而叶利欣最后把权力交给了普京 而习近平当时2012年上台的时候 中国已经经过胡温的 所谓黄金失联 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不缺钱 而俄罗斯当时面临着经济的困境 所以这是很大的不同 但是很不幸 十年来习近平走了一条 跟普京相反的路 当然结果是一样 普京当时被誉为经济的救星 而习近平是让中国经济 再次走向衰落 其次呢 在当时啊 俄罗斯的民族情绪很低落 有一种迷茫感 而中国人在当时啊 由于经济上的改善 民族情绪其实已经很高涨了 你想想中国大妈在意大利的罗马广场 跳广场舞唱红歌 可以说是锣鼓宣天啊 革命理想高于天 所以那种气势 那西方人感到震惊 怎么中国人这么有钱呢 所以情况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真正的向往的是百年宪政梦 中国要逐步的走进宪政民主时代 跟世界啊 保持一致 进入到世界文明里 这是中国人真正的愿望 前苏联的崩溃和新时代不期而至 让俄罗斯人五位杂成 他们成了新人 但还是旧人 是以新以旧的一代人 普京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间 让俄罗斯人自己体恋和思考 他们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这次俄罗斯战争就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数十万年轻人丧失了生命 这是非常悲痛的一件事 但是俄罗斯的转型必须付出代价 习近平上台中国也处在实质路口 也就是如果继续改革开放 就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共产党独裁一党专政 就会失去它的特权 人民将重新夺回权力 还有一条路就是返回极权主义 返回毛泽东时代 当然不是完全的返回 完全一模一样的模式 不可能 我们可以说叫新极权主义 共产党可以继续苟延残船 可以暂时保留对江山的统治 但是违背民心和世界潮流 俄罗斯人选择普京是因为迷茫 而中国人并没有选择习近平 因为是共产党选择了习近平 选择他的目的是因为 对失去政权的恐惧 但是无论你是迷茫还是恐惧 俄罗斯和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政治倒退 与自由民主是渐行渐运 甚至出现了根本性的反叛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违背人性 违背历史潮流的政权 都不可能长久 任何一个违背历史 违背人民心愿的制度 都不可能长久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 这荒唐的一切该结束了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